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 新的一天就会有新的面貌 运势也就会有着不错的变化 幸运的人将得到满满的福气 做起事也顺利许多 与贵人同行 让自己的运势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并非难事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拿五生肖迎来较多有力变化 八方俱才 马上就能大获成功呢 不妨接着往下看看吧 可喜可贺 属羊人属羊的人 五行妄土 土能生金 2022年的年底 偏偏就是五行金格外旺盛的流年 可谓是东南西北的财运汇聚在身 属羊人自今年11月底开始行好运 事业场上的势头逐步走高 不再遭遇小人让自己繁星破财 薪水渐涨 待遇到了 官职也上来了 在来年过年之前 已有升官之兆 生活水准也是大大提高 属羊人不再缺钱 更不见破财 属猴人属猴的人 五行忘经 2022年年底11月 12月的天使五行分别为五行水 五行土 全数与他们相生 可见属猴人的好运气还有多长 属猴人在年底实现自己一直以来的进步愿望 本就积极的他们此番积极 更受上司的青睐 一来不破财 二来不缺钱 日子过得就像是登高望远 掌权 卧财之运逃不出手掌心 属猪人属猪的人 命中自有求财运势 他们的福气深厚 官路更新 且人也生得一副桃花面相 从来都不缺贵人相助 在2022年的年底 属猪人命格之中的五行水催生广大浮原 贵气上行 求财不断 前后左右都是福 抬头是贵人 低头有偏财 越自信就越能成大器 相信属猪人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努力 求财有道就是必然 关心高照是注定 属狗人 狗狗们属于才华出众的人 有着十分旺盛的人气 在2022年的年中 生肖狗害了太岁 导致个人的生活也是一波三折 几乎没有什么太好的发展 不过 到了今年年末 狗狗们即将迎来了一份大好的运势 是大家从未想过的 同时 桃花也纷纷来到 让狗狗们有了美满的爱情 爱情甜蜜 事业有成 狗狗们才能过得特别幸福的生活 当生活品质大大提升了 狗狗们的心情才能越来越好 属鸡人 他们是颜值很高的人 自然会很受大家的欢迎 平时 他们与朋友们相处的特别和谐 也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因为五行是金 所以这辈子都能与富贵有着深厚的缘分 到了年末 大家的财运会越来越旺盛 得到了贵人们的大力帮助 接下来 大家有了财心的庇护 将会得到一份巨额的财富 令日子过得很富足 接下来 一份份惊喜都会来到家里 就看大家能不能好好努力吧